66. 为财当居 何以故也 凡事者利弊君之 赌弊而扶居 则利不可获 若于弊中取义乃为上策 怀抱之墓固大 而令图之 则无何入庐吹食 为财入庐至吹而保人 服用之何以俗时之来 为财当居 什么原因呢? 因为世间上的一切事情 都是利与弊相融会的 如果我们见到小财而不用 见到带有弊病之财而不用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做好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而从中得到利益了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虽然犯了错误 但要在错误之中去积聚其经验教训 虽然是带有弊端之财 但人可以用其有益的地方 从中取其善意之处 这才是上策 比如 怀抱之墓 可以作为大厦之栋梁 也可造船用作龙骨 甲板等等 其作用很大 我们要利用它 这是对的 但是小木头 我们也同样需要 否则煮饭 烧水的时候 没有小柴烧 怀抱之墓 又无法塞入吹炉之中取火 饭时就不能做熟 我们也就吃不到饭了 所以说 小柴小用 大柴大用 细节以妥善使用 这才是智者明理之道 这才是智者明理之道 是智者明理之道 是智者明理之道 感谢观看